看到这段视频感受到了生命的奇迹 这就是正后失联17天的干雨 这是发现她的时候的视频 是不是和照片上的干雨已经判若两人 干雨被找到的时候大哭了一场 曾经穿关新闻最新消息 找到干雨的是当地老乡倪太高 地震后家里房屋不能居住 倪太高在山下租了房子 两天前回到村里卫阳的时候 听说救援队员在附近搜寻干雨 因为对蒙湖港一带地形比较熟悉 她就在亲戚家住下 想着白天去找人 9月21号早上7点 她带了两瓶饮料和一些糖果 从亲戚家出发 徒步两个多小时 在一处山坡处听到了有人呼救的声音 寻找过去 发现了躺在树林中的干雨 根据倪太高的描述 当时干雨身上衣服破烂 腿上有伤 倪太高赶紧把携带的饮料 让干雨慢慢喝下 又给家里打电话 送来了衣服裤子 也给当地政府打了电话 目前救援队伍 已经准备好空中直升机 待天气预备起飞条件以后 随时前往转运干雨 这么多天来 救援是接力式的进行 从未停止 从9月6号干雨进山开始 至今 他已经在山里整整求生了15个日夜 看到他的视频 确实是太感动了 一个在地震中逆行的英雄 作为炉定弯东水电站的水闸工 地震发生的时候 他和水闸工罗勇 没有第一时间选择自行逃生 而是倒退着关了水闸 救了上百个人的生命 这种精神令人感动 这才是这个时代的平凡英雄 一名28岁的小伙子 在罗勇去泄洪的同时 干雨正在水电站救人 看到有活着的 爬不起的 受伤的 干雨都帮忙去转运伤员 但是高度近视的干雨 救人过程中丢了眼镜 就没能及时撤离 这15天 他到底是怎么挺过来的 除了饥饿 口渴 寒冷 这些身体痛楚外 必然还经历着恐惧 绝望的精神折磨 在和罗勇分开的15天时间里 搜寻干雨的救援力量 都在这一个区域寻找 足以说明山上的地形之复杂 和救援难度之大 感谢持续不断的接力救援 感谢发现他的老乡 是你们和干雨 共同创造了生命的奇迹